十八,南國早部,法國高速公路近80%為收費路段 2015年7月27日時事序合A16 據新華社巴黎7月25日點最近,中國高速公路的收費年限引發熱議 已在法國,高速公路近80%是收費路段 從1955年法國頒布高速公路法令開始 至2005年高速公路徹底私有化,國有資本全部撤出 十多家特許經營公司成為高速公路建設 投入、運營、維護乃至收益的主力 法國高速公路特許企業協會SF 近期公布了法國特許經營高速公路上年度統計數字搜查 高速公路里程,至2014年,總計11,880多公里 高速公路總長度居世界第四 其中9053公里為特許公司經營的收費路段 佔總里程的近80% 車道、74%為雙向2車道、25%為雙向3車道、1%為雙向4車道 為何收費?按誰使用誰付費的原則向高速公路使用者收費 而不是向納稅人收費 因爲18%的法國人沒有車,5%的法國人從來不想高速 誰定價?國家每年制定並公布收費標準 參照通貨膨脹率由所上漲,但上漲幅度不超過通脹率的70% 收多少,按照道路造價、地理環境、使用人次收費價格略有不同 大致在每公里7歐分至12歐分之間,收費分配 約42%稅費形式上漸國家 30%用於高速公路建設和維護 15%用於特許公司的運營管理 15%作為公司收入